据悉,方任秋是于六日晚去世,由于方指导生前一直低调,所以骑士士也不想麻烦大家,只是在亲属小范围内开了追悼会。 九日上午,方任秋的夫人张辈等六名亲人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会,下午便领了骨灰盒回到养老院。 上海市足协主席朱广库表示,足协也想去参加追悼会,但家属们婉拒了,他们很低调,最后我们尊重了家属的意见。 上海市足球协会,也对于方任秋指导离世,致以最沉痛的哀悼,我们深切缅怀方任秋指导,感谢他为上海体育所付出的一切。 作为二十世纪上海足球协出代表之一,他的离去,不仅让上海足坛痛失一宝,更让节日中的上海体坛蒙上一丝忧伤。